据台湾媒体有道 香港艺人何韵诗 在2012年出轨 公开自己女同志的身份后 并积极投入性别平权的运动 在音乐方面也持续有亮眼的表现 拥有许多忠实粉丝 不过他日前在脸书发文称 自己在芬兰碰上了恐怖的住宿惊魂 幸好及时发现安全脱逃 并表示要等到回国后再说给粉丝们听 他在三天后再度po文 上演入住恐怖公寓 遇上屋主要上演五夜滨海逃亡 疑似遇上恐怖房东 意图对其上下其手 随后有杂志爆出 何韵诗在芬兰的恐怖经历 举其当时男屋主 正在何韵诗熟睡时 浑身酒气的冲进棚间 企图霸王硬上弓 甚至扯坏他的衣服 最后何韵诗才跳窗逃离现场 不过何韵诗立即否认这样的说法 透露虽然真的碰上不好的住宿经验 但对方没有失报 自己也没有逃亡 靠机制离开 毫发无伤 消息传开后 许多粉丝也纷纷担心地表示 虽然何韵诗长得帅 但毕竟是女生 还是要多注意点的